你自己会选2026的市长吗 我没有打算要选2026的市长 你不会是不是 郭文文表态不选市长 但决定参战台南市党部主委 登记当天不仅有18位议员相挺 还有新系同僚林俊宪林一锦 以及范新系的赖会员道场 下一届市长挺谁 显而易见 我对俊宪的理解的部分 我认为俊宪可能相对而言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人选 我个人当然有个人的选择 就很清楚 这个媒体一直说 他在为谁作嫁 这个好像就是如此 选民都在看 党员都在看 这个都会是他 曾走过必留下痕迹的一些记录 听到郭国文这样说 陈廷飞恐怕不是滋味 而且未表态的林俊宪 又是准总统赖清德嫡系子弟兵 这回党部主委选举 打赏市长前授战 目前有新系立委郭国文 有言会前市议员陈金中角逐 但陈廷飞代表的政国会 并没有推派人选 外界也关注是否牵动 未来初选 我相信你的公正性很重要 你是公共财 我们台南基本上需要的是一个 很公平的主委 来服选我们2026 谁是最强的台南队长 民党里头人产积极 每个人使命感都很重 那至于党部的主委的改选 本来就按照时程在规划 没有因果关联性的问题 陈廷飞林俊宪双方人马 近期积极会刊关注地方议题 陈廷飞更将推出民主伙伴 向前冲短影衣 找多位立委合体 被联想不止拼路战 也抄空战宣量 可以呼应我们赖主席的一个想法 而且用一个很正面很正向的方式 来跟我们年轻人作为平台沟通 双方按中照进一代赖清德 而双位救援派系也未必做好整合 这种选举表态 恐怕明年初才会逐渐明朗 明镜临顺理论文博 台北报导